一到了冬天 免不了要来一份火锅尝尝 就像中秋节一定要烤肉来庆祝一样 根据营养学家表示 其实吃火锅一年世纪都适合 因为各种肉类食品 海鲜、杂粮配料、蔬菜蛋都可以入味 营养丰富又多元 不管怎么吃健康又养生 以台中市梅亭街上的麻辣人家火锅餐厅来说 除了以独特的麻辣汤底出了名之外 还推出一道以干薯叶打枝入菜的绿色料理 配上各种当季蔬菜、手工肉丸子、新鲜味美料实在 物超所值CP值又高 所以店里头经常是人潮满满 汤头的很好吃啊 很顺口啊 而且麻辣很适中 吃起来不会说很呛也很辣也不会 所以我来这边已经吃好几晚了 这边的料我觉得很新鲜 尤其是高丽菜跟大陆妹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蔬菜非常的新鲜 它的锅是麻而不辣 所以当你吃下去的时候 它的辣不是像别人的都是辣油浮在上面 所以它只是说慢慢的慢慢的那个麻会 整个口腔里都是麻味 麻辣人家美丽的老板娘唐慧燕 曾经担任过媒体记者 报道过许多美食佳肴 现在摇身一变成为火锅达人 唐慧燕说 她把每个客人都不当成客人 而是当成家人 以负责专业的料理制作跟服务态度 给他们体贴跟幸福 希望每一道火锅料理入口 让大家吃在嘴里 温暖在心里 所以麻辣人家的火锅汤底跟配料 一点都不马虎 我麻辣我们都是真材实料 你刚刚有看到 都是用很多的花椒跟辣椒 跟中药材 20多种中药材去熬制的 天天这样子熬 其实我们很多客人是走过 怎么发现说 这家店怎么永远都这么香 好就是想就 进来试试看这样子 因为像这种花椒这种东西 就是你要越新鲜 品质要好 你才能有那个麻度出来 最近刚好是冬季蔬菜盛产期 麻辣人家还特别采购了 大批台湾蔬菜 加入主厨特制的蔬菜锅 麻辣锅 不但支持了本土农业 帮助台湾农民 也让喜欢火锅的消费者 能够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尤其是这道养生的蔬菜锅 有许多年轻的空姐 一下飞机就结伴一起来品尝 听说有美容养颜又瘦身的惊人效果 现在蔬菜这么便宜嘛 其实我们台湾的蔬菜品质又很好 我们那个蔬菜锅很奇怪 你只要加很多绿色的蔬菜进去 它就非常好吃 其实它不太需要肉的 你加个几片梅花 然后就是你用青花菜 铜薄 或者是用大陆妹 甚至番茄 加进去那个真的色彩缤纷 又真的很非常养生 而且我们很多那种 类似空姐啊 她们就晚上下了班就过来吃 她们就觉得蔬菜锅 真的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 麻辣人家虽然店面不大 算是一家小而美的火锅餐厅 但是从正商名流到市井小民 都爱上了这里独特的风味 跟暖暖的氛围 不管是三五好友 家人聚餐 这里永远是欢笑连连 有空走一趟麻辣人家 品尝火锅的温暖 感受台中都会轻松浪漫的情怀 记者陈文旭 小友金台中报导 请问当心使人与他平均天下转 市公开仇懒 Sozial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